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Talk Show 我是主持人李云真 其实今天我看到一个报导的title标题 让我非常非常受伤 因为她说45岁以上的长者 就怎么样 开始觉得相当的惊慌 什么时候叫做长者了呢 原来长者其实是有定义存在的 我们今天就要来访问我们关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工院长 因为他最了解高龄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义 欢迎陈亮工院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亮工 那长者这个题目很 讲起来非常伤感情 对 超伤感情的 为什么有人在标题上面 可以写45岁以上的长者呢 就其实有很多的媒体记者训练 不太 对 因为这样讲好了啦 也许因为我们也是媒体记者出身的啦 因为这样讲当你16岁17岁或20岁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觉得40几岁是长者了 因为这个教导你的人都是40几岁的人嘛 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哦 这些人是长者 不过我们要用世界的标准来看 什么样才叫长者 好 这个反映有时候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基因 其实我们现在哦 当然你如果回想台湾 台湾大概在70年前 1945 1950年代左右 二次世界大人刚结束 台湾的平均寿命是50岁 所以那个时候你说40几岁50岁叫长者 好像也不奇怪 对 因为台湾在经过70年 其实短短的70年 我们平均寿命到了81岁了 所以这个时代当然就不同 好 那到底几岁叫做老人 这个议题哦 在全世界都无解了 对 因为我们就要回过头去问说 我为什么需要定义 谁叫做老人啊 一定是有命题的必要性 为什么需要定 那以现在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说 啊 可以领老人年金 捷运可以打折 高铁可以打折 那这是福利 另外一个思考是说 啊 要从工作退休了 这是退休的考量 所以确实哦 全世界开始去思考 要定义什么叫做老人呢 说是从退休跟福利保障出发点 那始作俑者是谁 是1880年的皮斯麦 他也是为了选举 他要选德意志帝国的总统的时候 他发现说 哦 德意志帝国的劳工哦 确实或是一些呃 劳工跟这个电农 他好像年纪很大了 然后身体不好 如果不工作就没钱 他没有一个经济的保障 所以他就提出来了 全世界最早的退休制度 嗯嗯 他说哦 这个德意志的帝国的 未来的所有的这些呃 劳工啊 公务员啊等等 你们65岁之后 就不用再工作了 由政府来照顾你们 就是全世界退休制度的起源 那这个这个年龄哦 一路被沿用到现在 其实65岁退休 然后65岁就是老人福利法定义的老人 对不起我举手发问一下 那时候的德意志帝国 比如说1880年65岁以上是很难的事情吗 很难 因为平均寿命在那个时候是47岁 对对也就是说 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提出这个政策 可以让他有大幅的选票吗 不多 可是他是代表一个社会进步 就是说我们开始思考到弱势社会福利的保障 所以欧洲整个是福利国家的那个概念 他们其实你去思考1880年之后 就是从这个工业革命之后 然后这个大航海时代 其实欧洲整个变有钱了 他们关注到对弱势的 其实是一个社会进步 那也确实哦 就是说你如果从那个角度去思考 说那德意志帝国当时 比如披士卖观察整个社会 平均寿命47岁的时代 很需要帮助 他真的没有办法谋生 需要政府来支持人 是65岁 跟现在这个时代讲的65岁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吧 对 因为现在65岁以上的长者 非常好 他们都很乐于出去外面走走跳跳啊 然后而且游山玩水等等的 只是现在疫情期间啦 比较不方便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老人或长者的定义 其实是有一点转变 所以你如果想说最原始为什么需要定义 不然我们为什么需要定义 最早其实想到的是社会福利 弱势照顾跟工作上面职场的这个 这个调整工作的内容 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欧美又开始改了 欧美又开始慢慢拿掉退休年龄了 他有一个年金勤领年龄 比如你在美国你说 你今天65岁你要退休 可以告你歧视的 你为什么说我65岁就如何如何 所以美国的做法是 你65岁可以选择退休 年金在这边你可以开始领了 退休金你也可以说我不要我要继续工作 那你那时候你领的就是工资 你就没有领年金 那雇主如果觉得说你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啊 你确实还在我公司的需要的这个 这个脉络上面的话 我就继续聘你赴工资 所以不用年龄考量 现在这个世界因为65岁已经跟以前的65岁长得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 所以大家开始拿掉那个观念 可是 毕竟你还是有一个法 在那边去讲到底什么人可以开始领老人年金 你还是需要这件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制度到现在为止 台湾就是一直为止是就是我们的有个法在那边 叫老人福利法 开宗民意就规定你几岁叫老人 哇还是有一点点伤人了 而且据说在国外哦 他们甚至现在非常非常鼓励65岁以上的人 再回去职场就业 是是是 这个有几种不同的理由 一个是当然长者个人 他现在很好他的社会参与的议题 其实很多国外的研究班退休 不管你几岁退休 这也是英国的一个英国经济部做的调查 不管你几岁退休 退休之后你现在觉得工作好吗 你好想退休 退休之后平均开心两年而已 两年过后就开始看医生了 就这不好那不好 几岁退休都一样 所以其实慢慢大家开始觉得说 好像我继续维持一个有社会参与 有工作的这个情境是好的 那可能我65岁之后一定年年纪之后 我可能不见得再做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为了长者个人的社会参与 跟这为了社会的这个 我们不用去加速老人的退化 因为他其实可以维持到很好的 所以这个就需要叫职务再设计 让他在退休后回聘 这个是在正向这个活跃老化 参与社会的一环 但二方面是你要看日本 日本是一个没有劳动力的社会 他的老年人口到百分之将近三十了 所以他是社会没有劳动力 所以他现在你去看日本人的环境 他鼓励三种人出来工作 在日本的环境 第一类人就是65岁以后再回聘 就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回来工作 第二种人是女性 因为以前日本女生是结婚就 结婚之后就不能工作了 就不工作了 那现在就是希望他们再回来 那这个就衍生出下一个议题 叫做照顾不离职 现在大家会讲说很多的女性 甚至在家里照顾长辈 公公婆婆或是自己的父母等等 没办法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照顾不离职 你要继续工作参与社会 维持社会的劳动力 那照顾这个事情要另外一份工作 有一个专业的人去做 日本这个社会是这两招都走了 劳动力还是不够 他们最近开发第三招了 外国人 所以你去想 你去回想疫情之前 我们都还有出国的时候 你会说在日本你看到有一些麦当劳 或者家庭餐厅是老先生老太太 在做服务的员工 然后慢慢的 你就会到最近 你到东京或者其他城市 他的便利商店的店员 开始出现黑人了 或者是大陆来的华人了 因为他开始开放 因为他的社会整体劳动力不够 所以未来像整个人口高零化 继续往下走 其实你就是两个议题 就是一个依照定义退休的这一群 他还是很可以参与社会的 他是个人的意愿 他也想要继续回馈社会 另外一种是社会确实整体上会缺乏劳动力 所以终究 终究我们这一群 以65岁定义自己是不是老人 要不要退出资产 这个事情终究是要模糊掉的 那不管法规改不改 法规或许不改 因为改法规是知识体大 因为牵涉到很多人不能领老年年金 那法规或许不改 可是角色 这个年龄的这个界限应该是要模糊掉的 不过如您所说 敬老悠悠卡还是很伤人的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以前的媒体人 他很有趣喔 市政府发了他那个敬老悠悠卡之后呢 他就说每次坐捷运都是三声无奈 因为那个会逼三声 逼三声 对 然后他故意讲话很大声 不要让人家听到他是拿悠悠卡 然后有一天 他上公车 然后一上车就逼的是优待票 然后那天就是车子还站着 这真的是一个歧视 如果你这样逼的时候 真的真的 听到的是优待票的时候 对就是优待票 然后他就站着 然后他其实人很精壮 其实看不出 年纪的 然后就站着 站着也OK 他也不觉得这样 他突然间看到旁边有个女生 好漂亮 然后就多看了两眼 然后这个女生就看看他 就说 贝贝你想要坐吗 我那个朋友当场就觉得 从本来是卸垢的浪漫爱情故事 变成了生活与伦理 他就觉得那张 那张敬老悠悠卡 对他真的是很大的伤害 本来还要 还想要创造什么浪漫的 现在没有 就直接变成你要不要这样做 OK真的还是蛮商人 不过我们从刚刚这个引言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陈院长 他就是高龄 老人照顾了这一块的专家 那这件事情跟关渡医院 又有什么样的相关联呢 我们请院长来跟我们说 因为关渡医院的定义 是一个以社区为主体的医院 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长者 就是都是住在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说医院的角色 不是单纯好像只是被动的接受民众 有需要帮助来找我们 而是希望主动的去营造这个社区 有一个新的文化 那针对这个人口老化整体的趋势 医院可以有一些角色 医院可以导引大家 走向一个更健康长寿的境界 不是好像只是等着来看病的那种概念 所以呢我们就站在这间 不然很多其实很多医院 都在做一些社区的健康促进 社区民众的这个交流 这个很多 只是我们把它的主题 把它包得更清楚 我们希望这个社区里面 任何年龄层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未来可以得到一个健康长寿的未来 那所以我们就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推动 不是单纯只是好像 这个有病来看病啊 然后该住院住院 其实不是 我们希望让整个社区更健康 而且因为你长寿一定免不了的 现在这个时代 长寿是你无得选择的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长寿的过程 伴随的是健康的 不用人照顾 不失能 不失智的晚年 所以是以医院带着这个精神 然后到社区里面去希望形塑一些新的文化 让居民们有这个念头 然后我们让他们知道说 你同意这件事了 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也有实际上的做法 我们也有场地 我们也有人去带领 希望让整个社区变成一个非常适合居住 然后又可以走向健康长寿的未来的那个目标 其实我记得我们从小朋友出生之后 我们每次生日要许愿望或等等 都是希望你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 可是我们这件事情带到长者这里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的所有的长者都可以健康快乐的老去 或者老的生活才是健康快乐的 这四个字其实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很简单 可是其实要维持下去 不是一件很简单 而且真的很快乐的事情 对 其实它很困难 所以现在我们说住人家长命百岁 当事人都会有一个 有一点开始皱眉头 我长命百岁也要健康快乐 他都可以标注一下说只有这样不够 对 我在吃肉粒而已 都要健康快乐吃肉粒 所以它的问题就是 其实跟全世界大家遇到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台湾比较麻烦是 我们台湾长寿的那个过程当中 你观察到的是不健康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管从生活面 从医疗从预防保健 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还不够好 那所以使得我们的人生虽然活得更长了 可是你不健康的时间 我们根据过去大概十年的统计 台湾人大概每增加一岁的寿命的时候 大概有一半是不健康的 那这个划不来 CP值太低了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 那怎么样可以去达成 一方面是医疗嘛 可是更大的部分可能是生活了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而且这个事情 从哪一个年纪开始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社区里面 就创造有各种的资源 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达到健康 所以现在你问很多人 他可能不是很介意 他一定要活到几岁 可是他很介意他未来会不会变成卧床 会不会变成别人的负担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缩短那一段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 让每一个人可以活得好 活得生活品质好 活得好 再来看活得长嘛 当你又活得好又活得长的时候 就有下一个条件 就是希望死得快 因为人都会有这一天 然后在你最终要离开之前 那个过程可以越短越好 但是你尽量把你人生 你还活着的那段时间的生活品质 拉到这个最高的这个情境 这个情境就是不需要人照顾的 不失能不失智的状态 OK我们这样听起来 不失能不失智真的 在现在这个事来讲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在预防的这件事 跟照顾的这件事 这又是两回事情 不过关渡医院他们都可以做得到 到底怎么做到呢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分析 我不要得长病毒 完全免消毒可能会传染长病毒哦 我不要得长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了 有人可能会传染长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长病毒 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洗手 让卫生长病毒远离我 欢迎回到凯博talkshow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关渡医院的陈庄公院长 那陈庄公院长呢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对于高龄健康的照顾这个方面 而且呢他在关渡医院 现在正在实施的叫做次世代 健康长寿移居社会计划 对不起这个名字有点点长啊 所以让人家又想说 又是健康又是长寿又是移居计划 到底要怎么样去推动呢 好其实我们如果现在啊 你看现在的所谓的人口的组成 我们大概有将近像台北市 大概20%的65岁以上的老人 这一群人当中大概六分 这样已经是超高龄化 已经超高龄化 那可是当中他有六分之一的长者 是需是有不同程度的失能 需要人家照顾的 大概5%到8%是有失智的 可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比如说 这六分之一需要长照的人 我们当然要照顾好他 可是还有那六分之五 我们希望他不要变成这六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社区操作的时候 就是两头都要做 我要做一个好的长照服务 因为这六分之一现在失能的长辈 也是过去对社会有贡献 他累积了很多的生命上面 跟疾病上面的因素 使得他今天变成需要被照顾 所以我们需要照顾他 另外一个责任 是让六分之五的人 减少变成了六分之一的机会 所以医院端 当然我去做很多长照的服务 那预防端 是我们现在花很大精神做的 就是跟这个计划有一点关系的 那这计划听起来漏漏的 它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其实次世代 其实这个次不是只次一等的意思 是指未来下一个世代 对理由是说 我们现在谈的是老人 谈的是现在的老人 可是问题是可能 人口的结构社会变迁很快 我现在做一套服务 为了现在的老人 可能或许五年后就不适用了 对因为五十几可能就会变六十几了 对 那比如说六十岁 在五年就是六十五岁的那一个 法定的老人期限了 对所以我们叫次世代理由 我们这一次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直接目标就是五十岁以上的族群 我希望营造的这个环境是五十岁以上都适用 你现在开始做都是好的 那六十岁七十岁才做通通都是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把目标族群扩大到 尽量是整个社区所有的人 那最直接有赶的大概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我们是第一个 所以次世代的目的是说我们不是只看现在的老人 包括未来的老人 那这个健康长寿就是刚刚讲 长寿都免不了 可是我们要的是这个健康 那种十八里的这种长寿 然后宜居就希望说因为你是住在这个社区的 你不是去住在特定的长寿机构 你是住在社区 所以希望你住的这个社区本身就很适合居住 而且符合那个氛围让你达成这个目标 可是让你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自然而然的有机会去达成这个目标 听起来很像在选市长 没有我觉得很像在卖关渡地区的房产 我可以那个揭露我没有投资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整个社区的健康 其实你应该就是用整体的营造的概念去思考 你只做一件事情是一定做不好的 所以这个计划就这样做 那问题是说那怎么样的人会变成不健康的长寿呢 大体上就两种最大类就是失能跟失智 那失能呢很多人是因为慢慢的衰老 衰弱之后可能行动不方便 再搭配疾病的因素 就会整个变得很不好 所以那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新的议题 这全世界都很新叫肌少症 因为老化的过程当中肌肉流失的很快 而这个肌肉的流失会造成你没力 行走不稳容易跌倒 然后会这个新陈代谢速率加 就是速度变慢 整天没精打财 然后就觉得很累 你会觉得很多老人家常见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了 所以从五十岁开始做是对的 你也还没 但就是说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一个比较明显的表征 其实就是不常运动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肌肉减少 肌肉减少的话就很容易打不起精神来 然后而且做一些事情就会特别感到累 然后容易受伤跌倒 但因为有二三十岁的时候 坦白说二三十岁 这个真的还是跟老化有关 二三十岁的时候其实你会就算 想想自己好像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运动 体能就保持的还不错 对 这一部分真的是跟生理有关 生理的部分是不是 心情对切吗 对 然后肌肉的流失 你就好像没有办法 像以前好像随便吃一点肉类 就可以维持的体能很好 现在可能年纪越大 就算你吃得很好 它不见得可以做出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就讲说 我们怎么样减少肌少症的发生 其实越早越好 所以那不外乎两个核心 好的营养跟运动 那所以我们就会在社区里面 除了让民众知道 我们一直在教大家说 什么叫做好的营养 好的营养现在已经很确认 就是要足量的蛋白质 一定要足量 因为我们身体啊 人体最大的蛋白质储存的仓库 就是肌肉 那当你吃的量都不够的时候 你以前的肌肉就一直用掉 所以你一定要吃足量 我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去高蛋白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吃的量太大 其实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但是要确保一定不能不够 然后运动 可是这个运动又有一些特殊性的 我以前觉得我去跑步啊 健走啊 骑脚车啊都很好 都很好 但以我们的长远极致的目标来讲 都也不够好 我们要达到足够预防失能跟失智的运动了 除了要运动之外 还有几个特性 这个运动要多元 所谓的多元是说 你不能只做单向 你也不能只做有氧 你要加一点点重训 因为肌肉的维持跟肌力的维持 需要有重力训练才可以 只做有氧是改善心肺功能 那个不够 两个都要做 然后再来 因为你要训练脑子 我们希望你也不要失智 所以你的运动要尽量动作比较多元 像跳舞或其他 因为你说单一的运动的时候 其实你在你身体在运动 可是脑子就没有在运动了 所以我们就要去导入这种的运动 所以我们在社区开了很多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特别开了个叫官渡学院 这个官渡学院里面导入了一套 是我们发表在全世界非常好的医学杂志里面 一个台湾本土的健康长寿的模式 我们叫缩写叫Tiger 正好今年是虎年 这个Tiger的模式里面就含了 这个好的运动 精准的这些运动 然后还有认知训练 动脑的训练 然后会教你怎么吃 然后会促进你的人际关系 然后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娱乐 这些是你的组合 一定要上套餐 现在你要健康长寿 单点不行 一定要上套餐 要全上 不能只选T或I了 不行 要全上 因为要全上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学院 去执行这些 让民众知道说 我们嘴巴讲 它不一定可以执行 我们就实际上开课 让你来参与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 然后你就来做 然后做完之后 你慢慢可以回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学会自己再回去改变 这个Tiger其实很特殊 其实我们本来在全世界 首度证明说 失智症可能可以预防的 就在大概2015年的时候 芬兰做的一个研究 它叫Finger 它很有名 所以全世界都在访识 哇原来这个可以解决 人口高龄化的议题 然后来新加坡说 他们也想学 所以他们就要做一个叫Singer 所以都是耳字 对啊 因为后面都一样 因为先念Tiger了 所以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他说你们台湾叫Tiger算了 所以有道理 对啊台湾 对我们从手指 歌手到老虎 那这个Tiger Program就是真的 目前就被证明说 它可以有效的延缓失能跟失智 因为社区活动很多 可是如果社区活动都一定有效的话 台湾就不会那个不健康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是 那我们需要有效的事情 那这个Tiger是被国际认证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用关注学院去执行 执行这件事情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知道 参与学会 未来回去再去执行自己的生活上面的调整 那我这样讲呢 就是等于关注学院它是一个预防的功能 是 对不对 是 那可是在中段跟后段其实 还是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在预防医学上 我们把预防切三段 所谓的初级预防 然后这个中级跟这个三级的预防 分别指的是初级是很健康的人 中级二级是指说 我可能有一点点慢性病 但是还没有很严重 但我还是要预防我变严重 那三级预防之后 我可能已经中风了 是复健的角度 所以在关注学院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 理由是65岁以上的人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 有一个慢性病都没有的 比例只有10% 所以你本来就是针对 有各种慢性病的人 所以我们很欢迎 在我们医院可能来看糖尿病的 来看高血压的 来看高血脂的 然后我们就转介他 你可以到社区去 平常我们在看门诊 叫你要运动 我们讲过你也听过 回去就算了 但我们可以提供你一个真实的场域 你可以去执行 然后二方面 你本来社区来的长者 没有人没有慢性病的 就是要跟慢性病共存 慢性病的重点本来就是管理 所以这也是一个提供 慢性病的管理 预防它变成 现在糖尿病变更严重 未来心肌梗塞 或起肾的风险 所以其实它都是一个预防的精神 只是我们的对象 当然可以从完全健康 到有慢性病 到甚至已经有发生一些疾病了 它都还是可以在这里面 得到好处的 没错 可是这件事情 你还想要带进一些科技上面 所以你有在跟华硕在合作 是的 因为这个事情 你如果想说 我们今天开一个课 你来上课单纯 可是你一个礼拜当中 可能来上课的时数有限 你更大的时间是在家里 所以我们希望说 你这个改变的行为 回到家里能够执行 甚至现在疫情的时候 你也不要中断 而且我希望你这样子运动 累积的这些数据 来参加这个课程 这些数据 可以回到你未来看门诊的时候 医生可以知道 你做了些什么运动 做了些什么事 不用你自己讲 系统就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现在在华硕的 因为华硕是 关渡地区的好邻居 他们总部在华硕 所以他们做了几个蛮大的 这个投入 一个是帮关渡医院的 整个医疗系统 全部改成全新的 这个云端作业了 那这会是 至少全亚洲第一家 全云端运作的智慧医院 第二个因为云端之后了 所以我们资料 就会在云端了 就很容易串接了 所以我在学院里面 所做的运动的相关的资料 或者回到家里 吃了东西的资料 可以透过这个云端 来做整合了 然后在云端整合之后 做了演算法 预测风险 你可能变好变坏 他下一次回诊的时候 医师只要看诊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希望把生活面的管理 跟疾病的管理 变成一个无缝衔接的状态 而这一个目前的这一些机制 都是由华硕 这个无偿的赞助 然后二方面也是搭配像疫情 最近疫情又有一些 造成医疗服务上面的困境 所以他们也 就算要远距 远距医疗等等的 对 然后就算说远距医疗 即便是住院病人 大家都有这个希望减少 希望能够远距 对就是尽量减少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谁要怕谁 所以这个也是 这方面的一些科技的带入 其实也都是华硕站在服务社区的立场 跟我们一起去开发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所有想要做的那些事情 然后在资料的串接 跟未来个人的风险的预测管理 提供新的建议方案 都可以透过华硕的这一套系统 来协助医院对社区做最好的服务 所以说等于是每一位长者 他人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当他去医院的时候 尤其在关渡地区的这些长者 他去到关渡医院的时候 他病例打开是一连串的数字数据图表 这个是一个理想 这个是一个理想 对未来应该是 我们设定是可能两三年后 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前提还是都有个人的隐私问题 对所以我们这些都是用邀请 说我们机制会建立好 那长辈愿意进来这个计划 然后愿意说我的健康 我认为这样被管理还不错 愿意的我们就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但是至少云端服务上面 去做这个医疗资料的这个判定的部分 这个其实在医师的部分已经 是一定会 因为那就是医师看病的决策而已 那至于他个人健康资料 这个个案认为说 我要不要回馈给医师看诊 是让他决定的 从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发现 我们有一个地区型的医院 不仅附近的房价可能会提升 而且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很安心 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有一个社区的医院在那里 也是你很安心的所在 而且如果你要长期居住的话 那里关渡附近有好山好水 然后有一个好医院 相信就像我在第一集的时候 告诉大家的 现在您对关渡地区的这些概念 一定不只是水鼻仔了 一定不只是昭潮县 还有关渡医院 可以让你好好的生活在那里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凯布talkshow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陈良工院长的参与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